你不花10万我就不结了 他叫他老婆自己结 还是你会找他去找子结 10万 有没有人高过10万的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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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前任全部散散分 分不同做就可以了 没有谈有前任 位置坐在哪里 又是一个考量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图的话 让你这样看的话 就比较一目了然 比较容易解决事情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那个名字 放上去之后 我随时要更改 然后还可以更改 是 200千多吗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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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梦想的是 overseas的 所以我是梦想 to charter a plane to fly all my guests to a destination wedding charter a plane 对 charter and fire plane 可以想想你 对 on the plane 有live van全部 然后去到那边 然后进场 你讲多少钱 10万啊 10万够 10万够啊 买飞机久后马路啊 2way而已咧 又不是买一架飞机 可能你的婚礼 你请10个人够 我又不是买一架飞机咧 2way charter一个 private plane 你 不够吧 10万应该不够 除非你在马来西亚举办 OK 回到JP 10万真的不够啦 你要飞人家去 人家多少 你要住酒店 你要飞机票 一个人可能就要四五千了 10万可以 翅膀少一只的那一种 这样飞 这样飞啊 1way 1way 10万一场婚宴应该好吧 你是说普通啦 算很多啦 10万一生 有没有人高过10万的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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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有100万 我觉得我喜欢的女生肯定是要有一个挺有格调的一个婚礼 所以跟她说可能就是一个destination wedding destination wedding 你肯定要飞机啊 酒店啊 这些吃的都要最好的 我觉得在女生身上穿的会花很多钱 婚纱一定要买很贵的 然后是量身定做的 对然后她什么 钻石而还什么各种东西 这些东西都要花钱 对啊 这样要咧 有理想有梦想的人 对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因为天蝎座在某个程度上是很极端的 要就要搞到最好 不要就不要摆西九 是 要花多少我就给多少 来很的 新家荡产没关系 你开心就好 有没有比较省的人 婚纱 租咯租咯租咯 对 有两位巨蟹跟射手 来接了 可能 60k 60万 6万 简简单单就可以了 6万你大概设计在五六星级酒店吗 5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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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草啊 可以 吃比较少一点 蛤 我不要去你不要请我 这哪里有一个很好的伙伴 然后坐在这边这位巨蟹 她还是想能省就省 对 多少 50k 哇 比你还厉害 50k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价格 其实 OK 我没有看过那个价格 是 但是我觉得你花钱是给人家吃得好 不是你的老婆吃得好吗 50k你的菜单大概是吃什么 有烧猪吗 要吗 要 鲍鱼 不用 因为我不吃鲍鱼 你不吃鲍鱼 可以 这个甜品燕窝 还是芒果西米露 芒果 OK 芒果西米露 我没有选燕窝 可以 弟弟可以 这样可以 可以的 因为重要是 当你知道这件事就容易运作 就知道你大概要的感觉是怎么样 是 等一下 比如说你只想花5万 你老婆所梦寐以求的婚礼 需要你花20万 你会花吗 结不结 很多 她说你不花20万我就不结 她叫她老婆自己去 还是你会找她去找子杰 我会花咯 OK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花咯 所以当你有了预算的数目之后 当然你就要开始有很多的想法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你看 酒店 婚纱 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摄影 什么这些都是要照顾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一些应用程序 就好像blitzfulbright.sg的话呢 里面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帮到忙 包括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 它的 大家听得懂英语吗 因为我一讲突然间他们禁掉 你知道吗 就帮你做一个预算 是 原因是每个人可能有一个底线 他们想要花的价钱 那如果你去了这个budget calculator 你就可以逐一样去输入 然后之后再调整 你就可以去好好的运输 至少它有一个table给你 是 然后跟你讲说 你可能需要到这个开销 是 这个花费 对总数是多少 总数是多少 因为有时候你会忽略 原来这个声器系统也要签 没有啦 原来花筒也要签 还是 红包要给多少 对 那当然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这些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用的 因为我听到太多太多的诉论 就是 因为每一次呢一到婚礼 当你要开始安排人 坐在哪里的时候呢 哇 那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东西 我非常赞成 像我们常常去主持婚宴 然后呢 就说八点怎么还不开心 对对对啊 还有一些问题 诶真的 宴席的八点还有一些问题 对我来说不算太复杂 因为我们都是清盆汽油 家里这一方的就是每人一桌 classmate或者是同事的一桌 是不是因为你的兄弟姐妹多吗 我就三个兄弟姐妹 三个人耶 而且可能那时候没有请太多人 对 你知道我阿嬷一生就生大概八个 我有七个叔叔 一个姑姑 所以要请客的话 哇真的是很伤脑筋 是而且很多时候人家会 A不可能跟B做 然后C呢不要跟A讲话 你知道那种安排真的很头痛 真的我朋友真的就有遇到这个状况 他还要打电话 然后他们还要确认 我会跟那个人做吗 我就跟你讲我不要喔 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专业人士来给我们帮忙 对不对 对就比较容易一点点 你们没有想过把人家安排在一起 是一个学问吗 做Feed City 诶真好 Feed City right 很好我现在问你 这个C8个人 另外别人不要跟他们做 怎么办 空两个位置 要不要做那个桌子的 就是好像 他们可以零个这样 你是想吃Buffet吗 Buffet的 OK 他们拿那个桌子这样吃 是 那可能是一个方式 不过真的不简单 可是第一个餐厅 就会打电话给你 是 是 那你到底要请几个 这也是一个困难 对不对 他出口水 对 所以如果现在给你来Yotaki 要安排位置的话 因为以你来说应该是 分化得比较细的人 这样我就会做Feed City 可是我有一个Open Terrace 你就可以一堆坐在一边 另外一堆坐在另外一边 就解决问题了 不过应该不会这样 就要把前任全部散散分 分不同做就可以了 没有谈 没有前任 开玩笑 开玩笑 有些人是真的不可以摆在一起做的 真的有 我老爸的妻子结婚 然后 因为她的妻子就跟我老爸的前任很好嘛 前妻 OK 对 然后就放我在中间 我妈在这边 她前妻在这 我妈是不介意 我不知道 所以 这样的情况 就会搞到很感情 她比较敏感 对 我们会觉得OK 但 人家也会看 人家也会说 是 是 所以分化位置不容易 包括有些身份很多重 可能它是你的同事 也是你的亲戚 或者也是你朋友 那你要怎么分化他们 然后位置坐在哪里 又是一个考量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图的话 让你这样看的话 就比较一目了然 比较容易解决事情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那个名字 放上去之后 我随时要更改 然后还可以更改 是 所以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有没有那个选择 这个人跟这个人不合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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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叫商家 去研发一下 真的 他直接把他的 categorize 你懂吗 A cannot see B can never see A and B together 很多时候 其实还有一点是 人家突然没来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一个程序的话 你的朋友就可以帮你做 放名字而已 所以不会这么难 这个是一点 因为婚姻很多时候 也就是他多带一个 对 真的 有多带一个 所以如果有一个应用程序的话 然后当天大家就一目了 这个怎么 是 而且你又不用做很多东西 包括RSVP也是一个很头痛的 你问 人家永远跟你讲 我下个星期跟你讲 我改天跟你讲 我什么跟你讲 然后你的List永远不能够确定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拿着 那张打印出来的 一直在那边 或者一直在那边 所以有了整个程序的话 它帮助的方法就比较大 是 现在他只有这种stress 是 stress到 很像结婚那天 爆一个pimp就不美了 OK 现在有那种贴 你可以贴的可能看不到 不过当然有了这些应用程序 它帮助会很大 所以呢 上网blitzwolfrides.sg里头 去看一看呢 你大概就比较清楚 它的运作是怎么样 尤其是那些即将要结婚的 对 多一份选择嘛 是 比较简单化整个程序 所以让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